在那兩次的內部審核並沒有提出相關關注 雖然在關於文件的處理方面有所提述 但絕對沒有提及大量遺失RISC的情況 我繼續 如果大家有留意到這就是去年港鐵在6月15日提交的關於剪鋼筋時的報告 它用了很大的篇幅說到港鐵本身就著項目綜合管理系統 有一個多麼天下無敵的方式去監察 當中包括有內部審核 亦都是因為根據國際標準ISO-9001 亦都會做這個外部的審核 跟著還有所謂的我們這個關鍵點 就是這個hold points和RISC forms等等相關的程序 但就著這兩個剛才我所提及的這個內部監察 其實是已經做了的了 是1617年都有 那18年是沒有發生過的 那政府就在答 就是剛才就說到 就說要求了港鐵 在這個2月底 之前就交回相關的這些資料 那第一呢 我不知道為什麼可以在這麼短時間之內 會可以是這麼濃縮地去做回這些事項 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那而且我不知道政府究竟可以有什麼方法去追回這些RISC forms 因為政府主要是只能夠向港鐵去追這些RISC forms 而港鐵如果大家有留意之前的這個審計 這個叫做調查委員會 其實調查委員會找了一個獨立的顧問 就著這個項目管理做了一份很詳細的一個專家報告 當中都說到其實呢 其實呢 在這個文件那裡是有一個很清晰的責任 是要好好地去保存的 那所以呢 我好擔心呢 港鐵又可以賴到那些承建商那裡 就說 誰不讓我 就出來扮殺這個受害者 再者呢 其實呢 當中有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就是這個政府委任的這個 或者是聘請的 叫做監核顧問 那大家呢 如果看回政府的答覆 或者看回調查委員會監核顧問代表 有兩位代表是作過證的 那似乎呢 那似乎呢 監核顧問呢 對自己的角色呢 是和政府最初的以為呢 是有幾大的落差 而且這個監核顧問呢 本來應該是全職 和有一隊人幫他做的 但是現在你看到那個監核顧問呢 似乎就是 我覺得好像freelance 就是自由人 就是如果 他自己覺得呢 如果路政署沒有叫他下去呢 他就不用下去 但是呢 根據這個 這個合約呢 就是這個監核顧問的合約呢 其實他是需要去做突擊的 但是如果根據 兩位 就是 這個 之前相關監核顧問的代表 在這個調查委員會那裡作證呢 基本上呢 他們是從來沒有做過突擊檢查 而他們下去 檢查的場地的時候呢 只是根據港鐵設定的路線而已 那請問這些監核顧問有什麼作用 這些監核顧問根本是完全不能夠監察到 港鐵的角色和是否做到工程的 所以呢 這個情況呢 是相當不理想 而我亦都很擔心呢 現在距離2月尾呢 只不過是只剩下一個多兩個星期的 究竟 港鐵是如何可以交齊這些 相關的文件呢 將會一個謎 而當時呢 亦都可以知道呢 港鐵曾經聲稱呢 它就著這個紅磡站的南北的月台呢 曾經呢 是處理過2萬多份的RISC forms 究竟這個是不是一個事實 究竟有些什麼證明 這個我們到最後呢 都可以有分曉的 謝謝 現在問我們來問一下 我們會議表明 這個分析法 就在財管的文件上 我們很習慣 請問您提到 不同的法國罷略 疑 仔細小姐 是否相信 我們會有法國的法國的法國 呢 你會有法國的法國的法國 而是否 或是否 有法國的法國有法國 法國的法國 法國的法國 請問 我們應該未來 我们的通过是 当然MTRC应该有这些招牌 但是在同时 从来年 从来年底发现 他们有这些 incomplete documentation MTRC应该有很难在招牌这些招牌 所以我不认为他们可以招牌这些招牌 在两个月中 这是很难的 所以我真的有很大的希望 how the government could gather all these necessary documentation regarding the structural integrity and the public safety. But at the same time, I really urge the legislators of the pro-establishment camp to support my PNP motion because with this PNP motion, we can determine our terms of reference. And at the same time, we have legal basis to demand all these RISC forms regarding all these 10 stations and various parts of work. So I really hope that if all these legislators are really concerned about the completeness of this documentation, they should support my PNP motion today.